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半點是女界的耶 喔喔喔 是是是 哇 這個老師覺得這個也滿不錯的 對不對 淡淡的藍 對 很淡很淡 這時候一般不是好就是壞了 是 講得很牽強 滿滿滿滿不錯的 沒有 這個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辦婚宴嘛 對 那當那個時候就是想說 是不是就是買一個 雖然結婚戒指那些都有了 可是想說是不是買一個這個 額外的 送給老婆這樣子 因為她真的很辛苦了 願意下嫁給我啦 真的是不容易 對 那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買的時候好像大概六七萬塊吧 那後來因為這個還滿大顆的 帶出去滿顯眼的 有的時候工作起來 也沒有那麼方便 那所以她就一直放在櫃子裡面 也沒有拿出來帶這樣子 一直放著 但是你也想知道說 當初買這個六七萬 到底今天有沒有漲價 你覺得它看起來是什麼 像剛剛那是紅寶 你會嗎 這個呢 它有說這個是單全石啦 單全石 有點概念 有點概念 對 有點概念 對 當初入手價是六七萬 它希望可以漲上來 是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 請建價 來 請 請建價 五萬五千元 對 小陽哥啊 你買的東西都沒有漲價的耶 就是這個 就是打折 對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我們稱為叫單全石 很多人會看到這個東西 做飽食的人會脫口都說 單全石 但是下面那句話會說 怎麼那麼淡色 對啊 我拿這樣 那一般的單全石 是這樣子的顏色 你看 真的耶 你那個有點灰的 今天來上一個節目 失去了好多親戚跟朋友 不會是什麼朋友的珠寶 很明顯的 好的 這個顏色會有很大的差距 是 那這個差距就是 好 謝謝 最主要好像這樣的一個寶石 那因為 為什麼說很多人 這個做寶石或是做 學寶石會一眼就看出來 因為它的多色性很強 它會有一種 藍藍紫紫的感覺 所以也就是很多人很青睞 既然是藍藍紫紫的 就是說它要像 看起來要像什麼 要像藍寶石的感覺 對喔 才會值錢 那您覺得這個 適合把這個寶石拆下來 香在一個筆上 然後上面插一根羽毛 您覺得適合嗎 因為你不講 我怕它又要來了 怎麼呢 太小了 我們要給你來 放哪裡 它就放手上就好了 這個就不要改了 又沒有很貴 不是要這樣的寶石 又沒有很貴 他在說 那個如果放在筆上面 對不對 拿給那個客戶簽約 人家說 這麼急曬的東西 然後炫耀幹什麼東西 不簽了 對不對 所以他建議你還是拿紅寶具 就拔的 然後這一顆就 不過在房間 像這樣藍寶石 藍色的寶石 它帶水 這是帶水 大家覺得說這個帶彩 很多人是喜歡這樣的寶石 的確的 像海水藍寶石 像托帕斯 不要太貴的 然後它帶到手上 沒有壓力 因為你買一個 這麼大的藍寶石 對 那這個顏色 所以太太都放在櫃子裡 也不好帶出來 跟他說沒有壓力 這不用太大壓力 這個還好 可是這樣 那這個還要講嗎 因為這個 這個 這件很漂亮 你幹嘛這樣 而且看起來好像可以多用 你看這個項鍊 你看它的背後 這個是內行嗎 看起來低多 這個又有一個名稱 叫石柳石 石柳石 就是這些親戚 害了我一輩子 怎麼了 沒有 你都不相信別人 可能最後一件是好貨 我本來很相信 結果今天拖老師的金口 我覺得不需要 再跟這些人聯絡 這個又你買了 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太太四 五年前 那時候小孩剛生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 我也很認真 因為覺得說有小孩了 這個責任感加重了 每天想辦法要去賺奶粉錢 幹什麼的 那就不知道為什麼 老婆買了一個這個回來 只是去跟朋友們 喝了一個下午茶 就買了一個這個東西回來 一樣是大嫂團嗎 跟剛剛第一件一樣嗎 我不知道 外面就是有一些很多的朋友 不然牽著車回去就好了 沒關係 不是 他有的時候 是跟一些什麼 王思佳那些聯絡 我都很害怕 你知道嗎 什麼小貞 李佩貞 那些 那是他買瓶耶 我聽了 我真的 我真的 跟什麼比喻到槍擊藥飯 還恐怖 你知道嗎 這幾個人 因為你老婆出去回來 可能就會帶一些東西 是不是 對 然後就是 被洗 對 以 就是價錢很低 然後來跟我們來報 有時候少一兩個零 這樣子 我們就覺得說 真的是 那跟你報這個是報的 要錢他買 他是說大概 大概十五萬 那那個時候 今天這樣子 整車都沒有那麼貴 加起來 對 那那個時候 他這個價錢 一講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段婚姻關係還要再存在 這麼嚴重 沒有啦 還有 喝個下午茶十五萬就去了 對不對 老師 而且他十五萬 會不會有小放 這都是我們辛苦錢 每天站在這裡 臉銷圍賺來的 帶出去你的面子耶 對不對 全身吊得跟聖誕樹一樣 你就 真是面子耶 帶個這個五六萬 是啊 面子不夠嘛 你村門可以帶這個嗎 這樣沒有 還沒看你嗎 對啊 帶這個啊 對不對 這邊又不是遶境 老師 怎麼了 我還先講一下啦 雖然是石流石 但是石流是 對不對 那最重要的是 我要趕快講 要不然建架完之後 又不讓我講了 對不對 就是說時間超過了 就講太多了 我跟你講 這個Stacy一定要把它 這個墳子一定要改一下 墳子要改 獅子座掌權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一個權杖 因為這個Stacy呢 這個物件 它不會在家裡面帶啦 是 出去的時候會帶 帶了之後有人聽 講話有人聽 你就會成交 走路有風 它出風喚雨 改一下 人家看到他帶這個 就馬上都成交 簽單單的做不完 可是我覺得這個話 也不要說太早 到時候老師建架出來 十五萬 他說一萬五對不對 來 十五萬元 Stacy報十五萬 不知道有沒有少一個零 或是怎麼樣對不對 但我們要來看看 他們比十萬多 還是比十五萬少 請建架 難得 有賺的耶 你是不是很感動 放心 我會配給你的 是不是很感動 這個老師真的 這個啊 開回看了 這個寶石 唐家人 這個寶石啊 它是我們稱為叫做 蒙旅流石 以前叫做荷蘭石 找一... 因為什麼荷蘭呢 橘色的 就是橘色的 荷蘭的國色是橘色 所以就直接稱呼叫荷蘭石 但是呢 後來中國大陸 荷蘭石它也搞不懂 它叫什麼 叫分達石 分達汽水 橘色的 那個也是 直接叫分達石 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很大 它有十七克拉 不小 以前 這個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在非洲很多 尤其是那個什麼 這個叫做 奈及利亞 很多這樣 以前我也買過 很多寶石很大的 這幾年變很少 這十七克拉很大 大約這一顆只十萬塊 這個台非常好 這是純白金的借台 然後旁邊的鑽石 很白很白 這個台上面 鑲了 二點八八克拉的鑽石 很大 所以這個台 現在鑽石 我們做起來 也將要十萬塊錢 所以二十萬是這麼 這個台 又是台幣保險 對不對 很好啊 十萬十萬 一樣一樣 對 所以你看看 我看你翻臉不錄的時候 我跟他講一樣一樣才 沒有 老師 謝謝 他就是說 我都買台就好了 我沒有買主食的命 但是Stacy這個投資 其實我們還是要幫他按個讚 這個是不錯的 好不好 所以你看今天小陽哥帶來這麼多 還有他的保護護士 見入佳境 很好的啊 謝謝老師 應該有其他的家當之類的吧 有 大家還有 有 繼續 老婆買的 還是你買的 有 我真的也很想要 就是他有一些那種 他自己覺得很名牌的那些包包啊 那些 他帶了一些飾品 我覺得應該 那我們下次夫妻一起來 我們有好幾集可以認識 謝謝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謝謝